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的原子核裂变或聚变反应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 传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毁伤破坏效应的武器 自从美国在1945年拥有核武器之后将核战争的话题推至顶端 日本广岛长期两座城市所受到的核打击依然历历在目 所以在现如今核武器也是战略性武器并不会出现在一般战场上 毕竟它所到之处必将生灵涂炭 很多动作灾难电影都习惯将阻止核武器发射作为贯穿全片的关键性情节 实时证明这样的剧情构造确实能将影片紧张程度推至高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其中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恐怖组织抢夺了国家的核手提箱 只要拿到钥匙和指纹就可以发动核战争 反观现实 这样的剧情构造也不是没有出处 众所周知 美国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名神秘保镖 提着一个手提箱寸步不离 其实这个就是核手提箱 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怕国家在遭受核打击时 无法以最快的速度做出相应对策 但是问题来了 难道美国总统只要打开这个手提箱 按下按键核武器就会如其所愿进行发射了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虽然在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原子能法案 规定只有美国总统亲自授权才能够发射核武器 只要能证明自己的总统身份 那么发布的任何核命令都将视为有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面并没有提到 只要美国总统发布指令 核武器就会发射 因为这里面还有非常复杂的发射程序要走 事实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美国总统如果需要发布核武器发射指令 首先要和十几位军事顾问和非军事顾问商讨作战计划 并向五角大楼验证总统身份 由战略司令部执行发射命令 在紧急情况下 使用核手提箱命令也不是发往作战部队 而是发往白宫战情室 再由战情室逐个下发作战命令 当然美国总统绝不是具备了一人专制的权利 这两个人如果不同意即便发布了核发射命令 核弹也不会如其所愿发射 他们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及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 根据规定 两人有权再次判断总统的精神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有权拒绝总统的核武器发射要求 所以综上所述 美国总统虽然具备核弹发射命令的权利 但真正落实到最后 还需要这两位大将的同意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